新年新公益协会同样也关心寿丰地区贫困弱势家庭 8号上午也来到了县远张怀文的服务处发放2000公斤白米 新年新公益协会的台东主任黄振复表示说 秉持着陈昭荣他的父亲早年的理念来持续做公益 以祭贫救济为新年新公益协会的宗旨 8号上午由花林地区主任黄振复带着志工来到首逢乡 捐赠了2000公斤白米 黄主任也表示秉持着陈昭荣父亲的遗愿 持续在寿丰地区捐赠物资 帮助需要协助的经济边缘户给予资源 在这十几年来持续不间断 也这边的贫困家庭也相当多 我们是变成说 做这个贫困家庭的补助 还有人事的关系也有了 因为这个议员对我们的一些平民做得相当的不错 我们之前这个陈昭荣的爸爸 他就在这边做得相当给民众的非常的欢呼 现议员张怀文也非常感谢新年新爱新协会 在创会会长离世之后 还能够持续关心寿丰地区的弱势户 也捐赠了2000公斤的白米 让弱势户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 这种抛砖引玉的善举是需要受到大家的赞许 陈昭荣他的令尊 陈中先生还有陈大嫂他所创立的 那创立了以后他就一直在爱新的发放 包含棺木的补助 还有吉南救助 每一年中秋节前夕 他都会发放这个爱新迷 辞职有年已经十几年这个期间 我们陈昭荣这个演艺人员 他还是诚意着他父亲的爱 希望能够继续为地方上来服务 他这个热忱我们都感受到 新年新公益协会第十年捐赠白米 并表示捐官以及急难救助等工作都会持续做 期盼大众能一起加入公益行列 点亮需要救助家庭的每一盏灯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